再過一個星期 就是中秋節了 大家都很關心當天的天氣如何 能不能夠賞到月亮呢 這樣舉就預估了 因為北部 東北部還是會持續有短暫震雨 雲亮也會稍微比較多 所以中南部賞到月亮的機會是比較大的 而這兩天受到這個東北風的影響 北部高溫也比昨天下降了大概是六度左右 而這樣時時涼涼的天氣 還會持續到下週三 提醒您記得要攜帶雨具 還有要待見我外套 台北街頭不少人已經穿起薄外套 受到東北風影響 北部 東北部整天都濕濕涼涼 氣溫明顯下降 氣象局預估這樣的天氣會持續到下週 預估這一波的東北風會一直影響到下週一 也就是二十八號 那在這段期間呢 在北部跟東北部預估高溫的部分 大概就是在二十八到三十度 而各地的低溫是在二十二到二十五度左右 氣象局說這週氣溫下降大約六度 尤其北部早晚特別涼 早出晚歸的民眾一定要記得戴件薄外套 中南部還是會維持悶熱的天氣 氣溫大約在三十二到三十四度左右 至於大家關心的中秋連假 看得到月亮嗎 在西半部目前看起來 在雲量上會比較偏少 就是賞月的機率會比較高 雖然下週三開始水氣漸漸減少 但是東北部和東部還是會有短暫雨 想賞月的民眾恐怕只能從雲鳳中窺月了 華日市員網信張榮富台北報導